常言道,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,对于演员来说,在戏里能够经历与平时不同的人生,而且还会因为演得逼真,让许多观众误以为剧情就是现实,甚至引发乌龙事件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女星何贝贝,便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,出生于1985年2月6日的她,本名何贝贝,在民事多情城市中表现相当亮眼,甜美亲和的个性深受观众喜爱,剧中她与宠妻魔人Gino的甜蜜组合更被封为大众夫妻,然而,让一众粉丝感到遗憾的是,这对最受欢迎的荧幕情侣,竟然没有举办过婚礼。 未能一睹女神穿婚纱的风采,平时喜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生活,与粉丝互动的她,近日却无预警晒出穿白纱的系列美照,胸上亮眼的大红花,新娘,更让人误以为是好事将近。 照片中,她画上了精致的妆容,戴着大朵的纯白花式,身穿低胸华丽白纱,展现了丰满的尚围和傲人的身材,配以充满幸福感的灿烂甜美笑容,让粉丝们心花怒放,感受到了甜蜜的氛围。 然而,正当人们以为女神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,她却在贴文中写道,几月新娘我都可以,请娶我。 原来这只是她在节目《明星许愿池》中穿的婚纱,不过女神公开,求嫁,的举动,也让一众粉丝情难自尽,纷纷留言,终于把自己给嫁出去了。 更有粉丝说,我虽然无法娶你,但我愿意陪你一辈子,可见她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感情。 何贝贝在八点档连续剧《多情城市》中,与Gino饰演恩爱夫妻,两人从结缘到生子结婚都深受观众喜爱,更有粉丝音入戏为两人创立粉丝团,让她又惊又喜。 她在剧中为了抵抗老公前女友的纠缠,采取《直求对决》的态度,让观众较好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,她却表示不可能像剧中角色一样勇敢,如果另一半有第三者。 她会选择退让,因为留人不留心,与其勉强在一起痛苦,不如彻底放手离开。 之前她还曾在拍戏空荡,约上了剧组的好姐妹郭亚棠,赖慧如和张家伟一起跳起了网络舞蹈,航械舞。 她表示会跳,航械舞的原因是因为演员们私下都很风趣可爱,再加上这个舞蹈非常容易学。 于是,她便想在拍戏见戏邀请她们来一起跳,以舒缓紧张的拍摄氛围,让她惊喜的是。 郭亚棠,赖慧如和张家伟都非常擅长跳舞,而且只练习了一两次就可以录制了,效果十分出色。 动作和表情都十分到位,赖慧如透露何贝贝还自创口诀,让大家很快就掌握了舞步,看到成果也非常满意。 提起何贝贝不仅与姐妹们一起跳舞,还拉上了剧中的妈妈侯怡君一同加入。 何贝贝说她真的很厉害,一看就会,节奏感超强。 还创作了口诀,让何贝贝直夸不愧是舞蹈界的高手。 之前她和搭档Gino参加了幸福保卫战的游戏挑战,两人表示能参加节目感到非常意外,本以为结婚后才有这个机会。 而当时以假戏真做的身份出场,扮演夫妻,实际上紧张得要命。 何贝贝说,看到之前播出的挑战关卡,看完之后就睡不着觉了。 并表示挑战的难度之高,只要她能站在挑战区,不成为绊脚时,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。 Gino则透露自己十分恐高,当天要以老公的身份挑战另一半,为此频繁与对方进入角色,希望能以假夫妻的身份完成挑战。 主持人孙邪志也表示,为了Gino,节目特地准备了全新的高度6米的挑战台,热情招待她。 这让Gino听后脸都变绿了。 定睛一看,节目的道具已经在她受访时摆放完毕,让她愣住了5秒钟,说话都结巴了。 她坦言自己几乎没有接到过需要攀登高处的通告,所以这对她来说是个大挑战。 尽管这对夫妻早就表明了她们是假夫妻,但仍然不免遭人怀疑她们是否假戏真作。 此外,何贝贝还出演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剧作,在《八点档》《金家好媳妇》中尤其表现突出。 扮演的金家小妹,金心如,挺身抗争大公司的正义形象,深受观众喜爱。 另外,她与同台演员韩瑜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。 据媒体报道,何贝贝提到好友韩瑜时,直言羡慕她与孙协智离婚后的豁达态度,能够享受单身生活,甚至对南方新恋情表示大方祝贺。 这让何贝贝不由地回想起自己至今未能释怀的情商,感慨地说,这就是射手座的厉害之处。 韩瑜乐观豁达,能够坦然面对,认为过去就让她过去,而这成为了我的学习榜样。 谈及自己的伤心事,她眼中不免流露出一丝苦涩,因为当时双方未能达成未来共识,于是设下了停损点。 没想到伤痛持续了这么久,然而,她已决定向韩瑜学习,开始享受单身生活,并坚定地表示,以前只懂得讨好别人,现在懂得要善待自己。 最重要的是,学会爱自己,给自己更多时间。 在剧中,何贝贝常常扮演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角色,而她的真实性格也是如此。 她透露,初中时发现自己患有贫血,面色常常苍白。 后来,医生诊断后发现她血红素不足,体重偏轻,只简单告诉她不适合捐血。 她并未太在意,以为只是一般的贫血,未曾积极治疗。 后来才得知,原来这是遗传性贫血,与父亲一样。 进入演艺圈后,她意识到应正是贫血问题,并决心寻求专家治疗,医生建议适度补充维生素,缓解贫血引起的不适症状。 她坦言,工作疲劳时不仅记忆力减退,脾气也会变得不好,影响工作状态,有时身体不适,却又遇到感情戏或愉快戏份,难以展现出笑容。 但她仍然要坚持演出,不愿因个人原因影响剧组进度,尽管如此,她也不愿多解释。 认为,真正爱她的人绝不会轻易抨击她,她曾听闻有人误解她,以为她在停拍时脸色不好,甚至以为她脾气暴躁。 对此,她表示,有些事情真的解释不清,比如喘不过气时,别人以为她在叹气,实际上只是想生呼吸罢了。 幸好日久见人心,一些误解何贝贝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了,他们意识到她并非故意耍大牌,而是真的身体不适。 另外,有一次工作起得太早,何贝贝当天又喝了咖啡,导致她突然出现手抖和冒冷汗的症状。 导演一喊卡后,她果断地立即拿了四颗果糖吃下去。 正在此时,导演有些疑惑地问道,为什么在上镜头前要喝这么多果糖,直到工作人员发现她正在手抖。 导演才下令让她休息片刻。 早些年,何贝贝以平面模特的身份进入演艺圈,除了参演电视剧,她还主持了许多综艺节目。 直到主演大戏《金家好媳妇》,她的人气才不断攀升。 在剧中,何贝贝经常与高宇珍、韩瑜对戏,原本对自己身材相当自信的她。 第一次见到韩瑜和高宇珍的身材后,自叹不如,惊讶地想,他们真的有在吃饭吗? 开镜当天,除了欢送仪式之外,还有许多媒体和长官前往现场,让她非常后悔自己穿了毛衣和长裙。 之后拍照时,她也无处可躲,经纪人私下调侃她是金家瑕疵品。 实际上,过去她因身材风鱼,脸上有些风鱼,被制作单位已,长相太福气,演不了苦命角色。 而拒绝,她自嘲是个喜欢美食的吃货,尤其喜欢吃高热量的火锅,一餐甚至能吃掉超过200元的卤味。 食量是普通女生的两倍,在接演《金家好媳妇》后,她决心减肥,不吃甜食和淀粉类食物,还开始拼命运动。 即使看到剧组其他人吃巧克力,她也能克制自己。 拍摄一年后,她因生病和减肥,体重从56公斤降到了48公斤,体质也减少了7%,结束拍摄后,她整整瘦了16斤。 很多衣服都变得太大,不得不找服装师修改,不懈地努力让她拥有了引人注目的火辣身材。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被说,看起来太福气了,从小就因贫血受苦。 进入演艺圈后又因工作繁忙导致身体不适,这让她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。 除了留意补血食物外,她还定期去健身房保持健康。 其实演艺圈里的女明星们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身材,有些人甚至过于瘦弱。 毕竟相比男演员,女演员的形象更容易受到关注。 只是维持好形象没差,但身为粉丝,还是会担心她们的身体健康,因为报受的确是一种不算健康的情况。 希望何贝贝今后可以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,维持自己的好身材,并继续提升演技,为观众带来更精彩的戏剧表演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,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。